那我也想不到怎么表现喜迪的感觉 好 那我来表现试试看一下 亚洲你可不可以就是 让他变成 就是像刚刚那个Jessica讲的 他让他头往上看 可以啊 他照样可以穿雨衣 照样可以穿雨衣 然后可能他可以把雨衣的帽子也拿下来 然后他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知识 在雨中里面 然后就是笑笑的 然后雨这样往下下 你要画出雨的感觉 对 然后只有他是可能是彩色的 他是彩色的站在这里面 然后旁边周围的人 就是还是很忙碌的在走 经过 然后这个斑马线这样 会不会比较好 这个意向 好像不错 因为好像把小朋友画太大 就变成没有大人的空间可以塞进画面里面 不会啊 你可以 其实大人可以塞进去啊 你只要画脚就可以了 哦 你画头的画头就可以了 画头好 对啊 就是不用都画 然后斑马线你尽量让他实际一点 不要让他的透视有问题 好 我知道了 透视要做好 然后 好 Jessica这样子有达到那个 就是你刚讲的那种效果 嗯 对 就是想要类似这样的角度 然后因为这样子比较有像 脸峰头在冲的时候 会有的那个动作 所以就选这张了吗 好啊 就选这张 只要画一张哦 不是两张吗 你不觉得第一张也可以发展吗 对啊 那第一张要怎么发展 第一张 就就继续画下去 什么叫就继续画下去 第一张要怎么发展 因为他现在看起来并没有 他就只是一个小朋友在中间撑闪 而且 可是他有笑耶 其他人都没有表情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雨伞放在地上 让他去接受这个 这个雨水的感觉 也可以啊 好像可以哦 或者是一堆人就撑着伞 他在中间跳水这样玩 好像也不错 没有想过 好 那你就下礼拜就教这张 和这张的细致草稿 我看一下 这张的细致草稿 这张的细致草稿 这张的细致草稿